收集市政 那依發展觀光條例盡快採除 所以他積欠千萬元 都是針對國外旅行社 還是說他跟台灣的其他留業者 也有這些金錢糾紛 我們現在調查起來 是他最近的這些財務狀況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 都是國外的這個部分 那針對說 那今天有一團16團的出去 那他們到當地的這個 備用式旅行社是已經退款了嗎 這一團 今天有一團 因為是我們有先通知他暫停出團 但是這一團 一團也是到富國島16個人 那個旅客全部在機場那邊改成自由行 所以 因為這一團的機票跟飯店是有訂好 那是地接社那邊的行程 沒有辦法接待 所以全部改成自由行到越南去 所以款項的話是旅行社那邊 年代旅行社是已經退款給消費者 還是說他們到當地還要在自己花費 去支付當地的 這一件是搭乘新雨航空 那機票的錢跟飯店的錢已經付了 那是行程的部分 就是地接社的行程部分的款項沒有支付 所以地接社這邊不接待 所以等於是說旅行 年代旅遊已經有幫忙買了機票跟訂了 對 本來是團體行程要派領隊 但是現在沒有領隊 但是現在沒有領隊全部改自由行 那就是客人自己到那邊去 然後自己要走行程 那沒有地接社來提供行程 這個部分是跟旅客有達成共識說 就是他們要自己改自由行嗎 還是說他們也是迫於無奈之下 就只要這樣出去 這個案件是旅客領隊在機場 請旅客簽了同意書 然後旅客全部同意改自由行之後 他們去復國打自由行的 接下來我們對他的出生前面三個月 那這中間是大概有多少旅客 已經買了年代旅遊的事情 我們調查2月到4月之間 應該還有接近430位有買他的行程 那所以這一塊的話 我們今天開始停止 他營業三個月的部分的話 那旅客就是會依照定型化契約 旅行設置不能行程 這個行程的部分來做相關的解約處理 那或者是說這個旅行社 可以把這個團轉給別的旅行社 來接待完成這樣 那根據定型化契約來說 這樣旅客還要負擔他 那就是比如說20% 10%的這些費用 沒有如果是旅行社 因故不能提供的話 是旅行社這邊要賠償旅客 除了他全部的團費要退回之外 他還要賠償旅客 有其他旅行社是願意接下其他 就是願賠購買行程 因為我們這個處分是現在才要送達到旅行社那一邊 所以我們還不知道有沒有旅行社會接他的團 那因為他的財務狀況有欠債超過千萬 那對於退費的部分他有辦法旅行嗎 這部分怎麼來寫出相關的狀態 如果他目前是欠款的狀態 那他之前負責人林大軍也說他會全力來處理 那我們基本上是相信說他會有這個誠意來處理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接下來平保可能會把他出會 那出會之後 他如果沒有辦法補交保證金 那可能會達到撤照的一個程度 那撤照之後可能就會有旅約保險這一塊來處理 組長是不是我們也好幾次聯絡不上他本人 所以才會有這個採取的動作 沒有我們其實觀光署跟平保協會 在跟他聯繫上都沒有問題 那現在是不是有約談他們的約談他 然後他是不是有一些部分的資料沒有辦法提供 那是什麼樣的資料 我們13號跟15號都有去調查 那他現在就是有一些跟對方簽約的資料沒有辦法提供 是這樣子那有請他補 如果他最後沒有辦法補正的話 我們一樣會依照其他的事實來做採除 那針對他跟國外的相關旅遊業者欠款的部分 就我們就他們就是至於錢 他們也沒有辦法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幫我們處理 我們現在會先以台灣的消費者為優先 那至於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如果真的到啟動旅約保險的這個機制來理賠的話 會以我們的台灣的消費者為優先 那至於他是B2B之間 他跟其他的地階社的問題的話 那就是可能是走民視一些訴訟來處理了 那剛剛有提到是停業三個月 那停業這個部分 好原來年代之後接去越南旅遊的船客還有400多人 那麼如何來確保他們的權益 還有之前被丟包的那好幾百人又如何求取賠償 我們剛聽到觀光署方面是說他們目前跟年代旅遊那個林大軍是都還聯絡得上 不過後續關於權益的問題 是不是大家都能獲得確實的保障 這還要進一步了解 我們也會持續帶大家關注